现在大家已经非常习惯使用智慧型手机 然后用里面的通讯软体来通话 通讯软体不只是让大家能够彼此联络 在高雄有一间国立科学大学 竟然被学生拿来集体作弊 LINE手机软体进成了大学生作弊的工具 高雄一所大学电子系二人级学生向校方举发 同学在期中考用LINE作弊经过调查 并且从学生LINE的通讯记录里面查到了作弊的证据 应该蛮容易的 只要有手机的话 因为有时候老师会说手机要收起来 但有些人还是会藏起来 从通讯记录里面可以清楚看到 学生打两个问号要求填充体的答案 有人看不懂 对方干脆把答案券上的照片传给作弊的学生 还有学生回应多谢款待 我是有看过 那么多会拿外套遮着 然后手机放在外套里面 然后这样趁老师就是走比较远的时候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这样 消防调查发现涉及电子系二年级其中考作弊的班级 全班共有48人加入了群组 学生把手机放在大腿上 转成静音 用夹课盖起来 尽管考试时有两位兼考老师 但并没有发现学生作弊 事后调查才抓到了13名学生 未来我们会比较一般的外面的正式的那个联考这个部分的话 会特别注意到手机跟行动装置 由于校规并没有限制学生考试不能带手机 因此成了学生作弊的工具 上网指出作弊的学生会记良小过处分 同时也会开会补强考试的规定 避免考生作弊 记者翁仲文金剑亨 高时报道